我重生回到了十年前 乔悦找我借钱帮他那个是赌成性的老父亲还赌债的那天 顾景之 不是我乔悦看不起你 你除了会用钱要挟我 你还会做什么 欠条我打给你 等着我大学毕业 我一分钱不少地还你 我握紧手中的银行卡 看着拍在我面前的欠条 笑了 乔悦悦 我不想借钱给一个我看不起的贱人 说着 我看了一眼站在乔悦悦身边 宛如互毒的老母牛一样的小混混赖娼 嘲讽道 你可以让你的好哥哥弄点钱给你 去还你老子欠的债 一 我重生回到了十年前 拿钱资助乔悦的那天 十年的经历 在我眼前 宛如走马灯一样 一幕一幕地闪过 我爱了乔悦十年 追了他十年 终于如愿以偿地把他娶回家 可是 他却是偷偷地给我下药 导致我心脏衰竭死亡 而后 他又以我妻子的名义 继承了我的所有资产 把我才三岁的孩子送去过儿院不算 他还买通过儿院的人虐待他 我死后魂魄不散 看着他咬牙切齿对身边的小奶狗说 这个小杂种就是我一生无点的见证 不把他弄死 难消我心头之恨 后来 我的女儿被人虐待致死 尸体在垃圾堆下腐烂发臭 连一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我扶着学校旁边的一棵桂花树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真好 我居然重生回来了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爱乔悦那个贱人 我倒要看他 没有我的资助 他用什么来还他那个毒鬼 老子欠下的一屁股赌债以及高利贷 嗯 我拍了拍校服上的尘土 看着学校里面人来人往 曾经已经模糊的青春 渐渐地清晰起来 乔玉月是我家保姆的女儿 大大是在乔姆一而在 再而三的夸耀 在潜移默化中 我对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或者说 终究是青春期和儿猛作祟 因此 乔玉月跑来找我借钱 我就趁机提出来 让她搬来我家给我补习 以资抵债 事实上 我就是想为乔玉月 提供一个安定 稳定的学习环境 一来 我可以给乔玉月每月发工资 顾全她贫困生的颜面 二来 我也可以让她光明正大的搬来我家 不用挤在狭隘肮脏简陋的棚租房里面 但是 我那句倚子抵债 像是戳了她的肺 她顿时就跳了起来 指着我的脸骂我 顾紧知 我不是你的保姆丫头 别仗着你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羞辱我 我将来是要上大学 进清华的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 前生 她也是这般模样 但我也是贱 低声下气的求了她很久 甚至 我认为 她这是一种高傲的风骨 现在想想 当真可笑至极 放学的时候 我家司机王叔来接我 我坐上车 王叔问我 乔小姐呢 我直接吩咐道 王叔 走吧 不用等她 从今天开始 不准她踏进我家一步 王叔愣了一下子 眼见我脸色不善 赶忙着发动车子 这边 我车刚到家门口 里面 乔玉月的老娘 乔母迎了出来 看到只有我一个人 忙着问道 紧知 月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吗 我没有理会她 镜子向着屋子里面走去 乔母忙着询问司机老王 老王低声告诉她 可能是两个人吵架了 甚至 老王还劝着乔母 我们家少爷的一颗心 可都在月月小姐身上 你呀 让你女儿不要做 接着 就是乔母给乔月打电话 我隐约听到了几句 似乎是乔母在抱怨乔月不懂事 我没有再听下去 回房换掉校服 在餐厅坐下之后 乔母满脸假笑对我说 紧知 你别和月月那孩子一般计较 我刚才已经说过她了 说着 她就伸出手 摊开 我故意装着不懂 问道 乔阿姨 做什么 银行卡呀 乔母忙着说道 紧知 你先把钱给我 我给月月送过去 咱们家的情况 你也是知道的 老头子韦石不是一个东西 月月这孩子对我宠坏了 不时好 你放心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等一下我就让她过来 顶一补席 前世的时候 我还不太清楚 乔家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 以为乔月的老爹乔正强 欠了三十万赌债而已 对于我来说 三十万真不是大数字 我妈随便买个包 都不止这个数字 后来 随着我渐渐长大 接触了家里的生意 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 这才知道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三十万就是一大笔钱 何况 乔正强除了赌债欠了三十万 还欠着高利贷 如今利滚利 加一期差不多要上百万了 乔正强别的能耐没有 除了酗酒就是赌钱 喝多了酒还家棒 乔母在我们家做保姆 工资不低 却填补不了家里的无底洞 前生 乔月月就是在乔母的高压政策下 搬来我家 住着豪华大别墅 对我指手画脚 把我当作她的奴仆一样使唤不朔 还因此深深地恨上了我 她说 要不是我 她也不会沦为同学们的笑话 我知道 当时同学们都说 她是我的使唤丫头 还有人嘲笑她 说她是我家的童养媳 为着这个 她没有少给我闹脾气 而我 总是觉得自己亏欠了她 因此 任由她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我身上 三 我看着乔母那张贪婪的脸 一边慢慢地喝茶 一边慢吞吞地说道 乔阿姨 我觉得乔月说得很对 我和她是同学 如今你在我家做事 导致她在同学间抬不起头来 所以 今晚你就把工资解算了 走吧 乔母大张的嘴巴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是 紧知 月月那孩子 我已经骂过她了 她等一下就会过来 你别生气 乔母结结巴巴地说道 乔阿姨 你是我家的保姆 你来的第一天 我就对你说过 我牛肉过敏 我看着摆放在餐桌上的牛肉炖土豆 心中憋着一股子怒气 乔家母女 真就是其我善良 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原本同情乔家母女的遭遇 摊上一个是赌成性 酗酒家暴的男人 却不知道 这一对母女 同样心思百毒至极 乔母善于厨艺 经言要善 开始 她就是出于妒忌心 在我的饮食上动了手脚 导致我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后来 她就准备利用女儿 侵吞我的家产 下药把我毒死 这样的人 我自然不会留在身边 简单地说 你被开了 我淡然而笑 乔母结结巴巴巴地说道 你竟然敢把我开了 你 你难道不知道 月月就爱吃牛肉了 以前 但凡有点事情 乔母就会拿着乔月月说是 她知道 我心悦乔月月 只要是她的事情 我都可以包容 我知道乔月月喜欢吃牛肉 对 她喜欢坐在高端的西餐厅里面 拿着刀叉 假装优雅地切开牛肉 小块小块地咀嚼 她认为 这是上层社会的标配 而我 一个牛肉过敏的人 除了投胎好 会赚钱 别的 土的 不能再土了 她看不起我 而我也很是好奇 她到底是喜欢吃牛肉 还是只是内心卑贱 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 你女儿爱吃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和她多话 直接就打电话 叫了管家过来 把她请走 开着保镖 把乔母的东西 全部丢了出去之后 我心情莫名的舒爽 晚上八点钟 我已经写完作业 却接到了乔月月给我的电话 顾锦芝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竟然敢开吊我妈 我告诉你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以前 但凡她说她不想见我 不理我 我就会很慌张 甚至 我会有心理反应 比如说心慌气短之类的 但是 现在她说这句话 我竟然像是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 乔月月 我们只是同学而已 放心 我也不想理会你 说着 我就准备挂断电话 顾锦芝 你赢了 电话里面 乔月月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在你家门口 我命令你 立刻马上出来 我走到窗户口 看着楼下路灯旁边 乔月月背着书包 站在院墙外 嘴里似乎还嚼着口香糖 我接受你的资助 给你补习 你立刻出来 但是 我要给你打欠条 过后 我一准会把钱还给你 你休想用这种方法羞辱我 你也休想用这种方法来得到我 手机里面 传来乔月月嘀嘀不休的声音 过躁的难受 我心里厌恶 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 把她拉黑 四 我又给保安打电话 让她注意点 别让乔月月摸进来 哦 对了 我要对小区物业保安那边说一声 乔母已经不在我家坐了 以后 别让这对母女进入小区 贫贱之人 就不配见到富贵荣华 安排完这些之后 我准备睡觉了 前生 我这么大的时候 心眼里就只有乔月月 为她弄得失魂落魄 不忍不轨 最后惨死 我和她结婚的那一天 我满心满眼的欢喜 激动 兴奋 她却把她的小奶狗带到婚礼上 我提出意见 她却说 顾锦芝 你就这么小气吗 还是你不信任我 说着 她做事就要走 呵呵 可恨我前生就是一个恋爱 想想我的前生 我恨不得自己给自己抽几巴掌 第二天早上 在学校门口 乔月月拦住我 顾锦芝 你几个意思 你除了账得有钱拿捏我 你还会做什么 乔月月大声说道 你以为这样 我就会妥协吗 老师说过 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赢 听听 很有气势 对吧 我看着她那张因为气负和激动 而有些扭曲的脸 笑道 既然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赢 你拦着我做什么 乔月月 你别这么贱啊 大清早的在学校门口拦个男生 你不在意 我在意呢 以前 我是绝对不会用这等言词 去骂一个女孩子 这和我从小所受的教养不服 乔月月大概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骂她 顿时一张脸上的通红 她一向要面子 以前 她妈在我家做保姆 她就仇视我 旁边 我的好友梁瞻招呼我 景芝 你吃早饭了吗 说话之间 她已经把一盒蟹黄包塞给我 笑道 我妈做了蟹黄包 特意让我给你带两个 趁热尝尝 我故意大声说道 正好 我还没有吃呢 我昨天把我家保姆开了 真的 一个保姆 还拿乔 不开她开谁啊 乔月月一张脸 气得煞白 结结巴巴的说道 你 顾景芝 你给我等着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我是真的弄不明白 人生家庭那么糟糕 她哪里来的底气和我叫板 我更加不明白 在她如此糟糕的处境下 我主动资助她 她不应该感激吗 然而 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 下午 小混混赖昌 把我堵在学校的小树林 抖着腿 让我拿点钱给她花花 否则 就要给我松松筋骨 张口就要三十万 我呢 也没有做什么 毕竟是学校 大声吼几声 同学就都过来了 然后 我就跑去找了校长 前生 我虽然有钱 却从未做过仗势欺人的事情 今生 我自然也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但是 像赖昌这种小混混 考试常年都是班级垫底 还常常在学校打架斗殴 利用权势开了她 只算是为民除害 乔越不知道是真的蠢 还是天生圣母心 或者她认为 她学习成绩好 长得漂亮 人人都会纵容 她竟然跑去找校长 替赖昌说情 结果就是 校长把她骂了一顿 学校还传出了 她和赖昌有奸情 同学都在她背后指指点点 天地良心 这谣言还真不是我散步的 无 一周之后 有一个猥琐至极的老头 在学校门口拦住我 顾公子 老头抽着烟 眯着眼睛打量我 做什么 我认识她 乔越越的独鬼老父亲 听说 你喜欢我的女儿 乔老头开门见山 直接了当地说 她把女儿许配给我 但我弄点钱给她就好 也不要多 先给个三十万就成 我一直都让人盯在乔家那边 这几天乔越越的日子不好过 乔母的日子也不好过 天天都有讨债的人上门 为了这个事情 乔母免不了抱怨乔越越不知好歹 拒绝我的好意 母女俩在家里吵得天翻地覆 得知乔越越竟然拒绝我的资助之后 乔老头狠狠地揍了一顿乔越 打得她今天就没有能来学校 然后 她自己跑来找我 一想天开 要女儿许配给我 找我要个三十万 她也不是准备去还赌债 而是准备再好赌一把 乔老头 你女儿是什么身份 你可真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我故意说道 原本我看你女儿可怜 资助一二 就像我拿着剩饭剩菜 为个流浪猫一样 结果你女儿和我说 她有能耐 有本事 不需要我资助 乔老头 我想 你女儿大概是傍上什么超级大款了 所以 看不上我资助的这点小钱 说着 我镜子坐上我家来接我的车 晚上十点 我已经睡下了 管家对我说 乔家一家子在外面闹得不成样子 我站在窗口看了看 路灯下 乔老头拿着木棍 扬言我要是不开门 不见他们 她就把女儿活生生打死 这是以死相逼啊 我看了尾时好笑至极 但是 我还是准备去见见她 看她的笑话 我带着管家 还有两个保镖开了门 站在别墅的石阶上 居高临下的看了乔月月 想到前生女儿的惨死 我心中难掩愤怒 嘲讽道 乔月月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你的高傲呢 你的骨气呢 有种 你别跪在我家门口啊 乔月月抬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目光中满是怨毒 然后 她咬牙说道 顾锦芝 你满意了吧 哈 我轻笑 满意 这一辈子她乔月月不死 我都不会满意 见货 还不给顾少爷磕头道歉 乔老头一巴掌护在她头上 把她打的一个猎切 若是以前 我看到她这么被人打 我一准很心疼她 现在 我就这么冷眼看着 乔月月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 恭恭敬敬地给我磕头 道歉 我知道 她一定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她这是忍辱负重 甚至 她心中还会默默地背诵一段 天降大任于私人意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旁边 乔母忙着错过来 走到我身边 说道 紧知 你看 月月知道错了 她就是小 不懂事 你别和她一般计较 你先把钱给我 我今晚就让月月过来给你补习 我挑眉 看了一眼乔母 说道 乔阿姨 你觉得我是需要找人补习的 我这么没出息 乔母愣了一下子 然后她像是回过神来 忙着说道 对对对 我老婆子说错话了 让月月这丫头伺候你 旁边 乔老头直接说道 顾公子 只要你借点钱给我 这丫头就是你的人了 我笑着走到乔月月身边 绕着她走了一圈 看着她因为气愤 握紧的拳头却又无能为力的样子 对 就像前世的我 在死后魂唾不散 看着自己视如珍宝的三岁幼女 被一次次的毒打 虐待 最后死于非命 我也无能为力 无边的怒火把我焚烧 乔老头 我呢 人本确实对你家女儿有些兴趣 少年慕爱 我想你应该懂 乔老头忙着点头 一叠声地说着 是是是 但是 我要花个几十万 要什么女人没有 我冷笑道 何必图你家丫头 既不懂情趣 又别扭得很 乔老头忙着说道 顾公子 死言诧异 我家丫头和那些风尘女子能一样 我故意说道 原本我也以为她和那些人不一样 所以我不在乎花点钱哄哄 逗逗她 听我这么说 乔玉悦再也忍不住 大声说道 顾紧之 难道在你心目中 我就是小猫小狗 你逗着开心的 对呀 我点头 目光中露出鄙视之色 说道 不然呢 你认为我爱你吗 你也不看看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乔玉悦气的一张脸 仗得比猪肝还要红 骂道 顾紧之 你果然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人 生意于富贵豪门 我可以不学无术 还每天手里都有大把的钱 上学都有司机保镖护送 我抬头笑道 我知道 你很妒忌 仇富是每一个穷人应尽的义务 但我知道 你更想成为我这种人 你恨老天爷不公平 为什么你就摊上这样的父母啊 乔老头 你女儿骂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耸耸肩 再次开始拱火 果然 乔老头气得狠狠地踹了乔越越地脚 但是 他转身就陪着笑脸 对我说道 顾公子 这丫头虽然脱辣一点 但长得周正 说着 他还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辣一点 各位 我真的没法子想 这等言词能够出自一个父亲之口 六 我冷笑着说道 乔老头 我原本确实喜欢你家女儿 但是 学校里面大家都知道 他和一个小混混好上了 我这要是和他在一起 我成什么了 我这头上可得比青青草原还要绿 你呀 赶紧带着你女儿回去吧 乔老头顿是傻眼了 乔母也傻眼了 乔母是知道的 我原本是喜欢乔越越的 他私下里认为 我和乔越越就是吵架了 闹了矛盾 自家女儿没有控制好分寸 闹过头了 我生气了 年轻的男孩子吗 脑子都不是脑子 那是被荷尔蒙操控的 所以他认为 只要女儿服个软 道个歉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乔老头 你家那个小女婿也有能耐得很 要不你去找她想想法子 让她把你的赌债还了 我直接说道 乔越越陡然冲到我面前 骂道 顾锦之 你胡说八道什么 学校大家都知道啊 要不是你造谣 她又羞又气又着急 原本美艳动人的一张脸 有些扭曲变形 看上去竟然猙獰可怖 我有没有造谣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说道 乔母陡然转身 狠狠的一巴掌扇在乔越脸上 骂道 贱货 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情来 乔越越被打的一个烈情 捂着半天红肿的脸 突然 她转身就跑 乔母忙着就追了过去 喂 乔老头 我教导 乔老头站住脚步 看着我道 顾公子 你准备借点钱给我 乔老头 别一想天开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凭什么借钱给你 我笑呵呵的说道 我只是准备指点你一条名路 哦 听说我不准备借钱给他 乔老头明显很是失望 最近 他让讨债的上门勾打了好几次 天偏 女儿又不遂太心意 我想 你家那女孩子应该手里有点钱 否则 你家都这等模样啊 天天讨债的上门催债 他却拒绝了我的资助 还认为我是拿着钱羞辱他 我说道 乔老头 你可长点心吧 我开始心一轮的挑拨离间 一瞬间 乔老头一张脸铁青 难看至极 他已经被逼债的逼得走投无路 这种时候 他却得知 女儿竟然拒绝了一个高富帅的资助 岂有此理 这还不算 自家老婆也真是没能耐 不懂得伺候人 让主家给开除了 这老婆要是没钱 还怎么养活他呀 所以他喝醉了酒就打女儿老婆 逼迫他们想法子弄钱 乔玉岳农里也不认识什么其他人 唯一认识的有钱人似乎就是我 七 我知道乔玉岳还会来找我 果然 第二天是周六 学校放假 下午管家就告诉我 乔玉岳来了 我想了想 说道 请她到书房吧 乔玉岳现在的模样很是狼狈 头发都少了一缕 干边脸青子 左腿一瘸一拐 走路都不利索 看样子 昨天被打得很惨 顾锦芝 你就是故意的 对吧 乔玉岳看到我在沙发上坐下来 也准备坐下来 乔玉岳 站好了 我呵斥到 你是什么东西 我这沙发贵得很 不是你配做的 她越是在意尊严 我就越要从根本上摧毁 你 乔玉岳气得不成 说道 你难道非要用这种法子来羞辱我 你才满足吗 顾锦芝 就算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得到我 我也会恨你一辈子 我闭上眼睛 从一数到十 又从十数到一 这才使我自己冷静下来 自从重生回来 每次看到乔玉岳 我都有一种掐死她的冲动 尤其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爱了她那么久 她却认为我的爱让她蒙羞 因此心生恨意 毒死我不算 还虐待死我们的女儿 乔玉岳 你以为我想要得到你那肮脏不堪的肉体 我的声音有些冷 前世 我一直身居高位 说话之间 自然而然有一股威夷 让我想不到的是 乔玉岳竟然在我面前开始脱衣服 来人 我大声叫道 我的管家立刻就带着人冲了进来 我让她把乔玉岳给请出去 曾经 我对于她娇媚的容颜很喜欢 现在 在我眼里 她比腐烂的尸体还让我觉得恶心 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晚上 乔玉岳衣衫不整 从我家跑出去的视频 在网络上发的四处都是 乔玉岳更是写了小作文 说我假借补习的名义 让她来我家 却趁机采用暴力猥亵她 她还在网上询问 她应该怎么办 我瞬间就明白了 她今天来我家的真正意图 要是我当真对她做了什么 她会直接跑警局告我性侵 然后等警方调解的时候 她好狮子大开口 但是 我直接让管家把她赶出去之后 她开始网抱我 我的身份被扒拉出来 首富家的公子爷 进出都是豪车 上学有司机接送 平时身边都有保镖 助理跟着伺候 仇富是每一个穷人应尽的义务 很多人气愤填膺 选择性的相信乔玉岳的话 跑来辱骂我 到了第二天 这事情已经发酵到另一个高度 直冲热搜 网上都是 锦号豪门公子 猥亵未成年中学生锦号 众人都说 必须严惩这种不良风气 让乔玉岳报警 乔玉岳在网上哭唧唧的说 只求我以后不要骚扰她 她会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顾锦之同学还小 我不希望她的人生有污点 但我也希望 她不要再骚扰我了 呜呜 众人都夸她善良 大度 到了周日晚上 网上的热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制高点 很多人给乔玉岳打赏 乔玉岳的身份也被扒拉出来 我家保姆的女儿 老父亲酗酒 赌博 欠这一屁股的债 因此她才来我家补习 结果 我这个豪门 纹固不安好心 猥亵她不算 只因为她不屈从我 我还殴打她 典型的豪门恶少 欺压善良白莲花的恶俗剧情 可很多人相信 乔玉岳没有报警 我报警了 同时我也把我家门口 以及书房的监控视频放了出去 我还买了推广 找了大V运营 把我的小作文不是我自己写的 而是一个微博大V操刀 这种事情我前世见得多了 操作毫无难度 很快 舆论反转 我的天 衣服是她自己脱的呀 这也太不要脸了 人家让她补习 她就跑去脱衣服勾引人 迫不及待的想要爬上阔哨的床 楼上你不会真以为 顾公子会看上她这种人 就是啊 顾公子出身豪门不算 人还长得帅 自然是看不上她的 顾公子原本准备给她资助 她认为人家羞辱她 有本事 别跑人家门口跪着呀 就是 要不到钱 就可以如此信口雌黄污蔑人吗 我建议顾公子报警 周一我去学校 我就得知乔玉岳被刑拘了 由于我家大门口和书房都有监控 我还请了律师 但是 我不准备追究乔玉岳的这个责任 网报 诬陷 不会把她关进去多久 没意义 留着她在外面 承受她那毒鬼老父亲的殴打 她才能够做出更多的妖来 我不计较 并不代表学校就不计较 鉴于乔玉岳先是在我家脱衣服 勾引我不成 又诬陷 网报我 影响非常恶劣 于是 学校决定开除她 乔玉岳破房了 还有半年多就要高考了 她自认为自己的成绩很好 在学校名列前茅 到时候高考 清华北大任由她选择 甚至 她曾经豪言壮语地说过 她要考省状元 现在 学校把她开了 换一句话说 她没有了高考的资格 所以 她跑去校长办公室 哭 闹 下跪 求校长给她一次机会 她说 她是全校第一 她有机会冲本省高考状元 校长笑着告诉她 每一年学校都有全校第一 她走了 学校还会有第一 但是 学校不要一个品德败坏的人 校长还说 她这种人如果进入高等学府 学了知识 只会危害社会 我觉得校长说的太有道理了 不愧是校长 放学的时候 乔玉月在学校门口拦住我 背上还背着书包 但已经不复以往的意气风发 原本教好的容颜 变得满脸阴逸 印堂还透着一股黑气 在复阳下看起来 竟然有些可怖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旁边准备蹭我车的校爸 就姐姐怪笑道 哟 这不是乔玉月吗 又拦住我们的姑公子做什么 脱衣服吗 你现在脱一个 让哥们瞧瞧 正值放学的时候 人口人很多 众人都纷纷侧目为观 九 乔玉月冲过来 伸手就对着我脸抓了过来 我的保镖挡住了她 乔玉月 你做什么 我沉着脸说道 顾锦之 你满意了吗 乔玉月冲着我力声动吼 你利用强权逼迫学校开除我 回我高考路 你 你就是畜生 你就是想要利用这种法子来羞辱我 对吧 我摇摇头 连着话都懒得说 今生 她连着高考都没有了希望 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我不说 旁边的同学 却是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出言嘲讽她 最后 她终于不堪言语攻击 落荒而逃 而她的悲剧 这才刚刚开始 我让人盯着乔家 没法子 我前世就是被她弄死的 这辈子 总需要小心一点 谨慎一点 乔玉月被学校开除之后 乔母也傻眼了 她一辈子含辛无苦 就是希望女儿能够考上大学 出人头地 从小 她对于乔玉月的要求就很严厉 如今 眼看着就剩下半年多的时间 就要高考了 女儿就被学校开除了 由于是开除 她们连着转学都转学不了 一直疼爱女儿的乔母 狠狠地把女儿打了一顿 晚上 她跑来我家 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乔玉月 恢复她的学籍 让她回学校读书 我告诉她 学校要开除乔玉月 不是我能够左右的 另外 乔玉月是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然后 我就让助理把她请走了 鉴于这个缘故 乔玉月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 原本 乔母盼着她 能够巴结上我 盼着她读大学 将来可以光宗耀祖 乔老头也盼着她 能够考上大学 挣钱 养她 平时都纵容她闹脾气 使小性子 如今希望落空 乔玉月成了家里的罪人 乔老头外面还有一批股的债 她竟然提出来 让乔玉月去借裸袋 我听狗仔跟我说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晃神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天午夜时分 狗仔突然给我打电话 顾公子 出事了 大事 怎么了 我忙着问道 鉴于前世实在死得太冤 我现在对于乔玉月的事情 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乔老头被杀了 这死老头天天喝酒 喝到醉醺醺的回来 就打她老婆女儿 狗仔告诉我 乔玉月的日子 过得苦不堪言 每天不是在挨打 就是在挨打的路上 乔老头逼迫她借裸袋 或者去KTV 夜店工作 出卖色相 乔玉月心高气傲 哪里肯做这等事情 于是 乔老头就不断地殴打她 最狠的一次 狗仔告诉我 乔玉月被打得屎尿都在身上 于是 她约了赖昌 具体情况狗仔不知道 反正 赖昌给了乔老头十多刀 刀刀毙命 现在赖昌带着乔玉月跑了 不知所踪 警察已经展开追捕 后来 这个案子似乎就成了悬案 一直等到我高考结束 警察突然找到我 说是有一个案子 需要问我几句话 我这才得知 赖昌在边境被抓了 他参与贩毒 拐卖等 根据他交代 他带着乔玉月东躲西藏 后来没钱了 他就把乔玉月给卖掉了 卖掉了 说好的舔狗呢 钱是 他可是靠着乔玉月发家致富 他也给乔玉月做了很多赃事 我那个可怜的幼女 就是他找人灵虐致死 今生 他居然把乔玉月给卖掉了 果然人性就经不起考验 赖昌自然是难逃法律的制裁 贩毒是重罪 加上拐卖人口 他直接被判了死刑 时尾声 警察一直都没有找到乔玉月 这人渐渐的淡出我的世界 我从大学开始 陆陆续续的接触家里的生意 大二那年暑假 我带着助理和保镖 去东南亚谈生意 主办方很是客气 晚上邀请我们去看 当地的特色马戏团表演 等着压轴戏上台的时候 哪怕隔着老远 我也一眼就认出来 那个被砍掉手脚 割掉舌头 却还维持着娇美容颜 装在美人瓶里面的女子 赫然就是乔玉月 人形转盘 缓缓转动 美人瓶里面的乔玉月 显然也在人群中看到了我 然后 她暴躁地用残缺的身体 撞击着瓶子 流眼泪滑落 我看懂了她的肢体语言 救我 但是 我站起来带着人离开 再也没有回头去看她一眼 事后 我和主办方负责人 谈论起美人瓶 她说 美人瓶都是被拐卖来的女子 需要容颜美丽娇媚 砍掉死之后 简单地处理伤口 养上一段时间 就化妆让他们上台演出 美人瓶事实上活不了多久 因为自身不能行动 吃饭如厕都需要他人照顾 再加上伤口得不到有效医治 腐烂发炎 能够撑三五年算是活得长的 少得一年半再就死了 我听完唏嘘不已 我乘坐飞机离开的时候 看着空中漂浮地躲躲白云 轻轻地叹气 前生 乔月月曾经是我少年时期的白月光 懵懂的爱情何等美好 我曾经敬她爱她 帮助她走出你找一般的原生家庭 可她恨我杀我 折磨死我们的女儿 今生 我弃她而去 她被人砍去四肢 冥冥中一切似乎早就注定 今生 她再也没有机会抹我性命 夺我家产 我会拥有自己的美好人生 全文完